通筋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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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筋病人平时我们一定要 即使不要吃这种太生冷的 因为我们现在 80%、90%的通筋病人 都是因为受凉引起的 就是一定要不要吃 尤其是在经期 第一不要吃凉的 生冷的像刚从冰箱拿出的东西 或者一些生冷的水果 如果想吃的话我们可以把它 稍微加热一下再吃 第二个就是 一定要穿衣服注意保暖 尤其是腹部 还有腰部一定要注意多穿 不要在凉的地方露的 第三条就是在经期 不要沾一些凉水 或者做一些 特别 像工作的环境 或者生活的环境 一定要注意一些 不要太凉 再一个就是我们在疼痛发作的时候 可以有几个小偏方 像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用生姜 红糖水 这个也很简单 你找几片买点生姜 切上三片 然后用水开了以后 煮10到15分钟 然后再加一点红糖 这样化开以后 趁热 不要等凉了再喝 就是说只要说这个热度 我能接受 不要不烫 就趁着热把它喝下去 然后盖上被子 保暖 这个就是说很多病人 就是喝了以后 他这个疼痛就能缓解 再一个就是用艾叶 我们平常说的艾草 但问题艾叶就是说用它泡脚 艾叶加一点花椒 然后煮水 最好这个泡脚呢最好是用在那个 不要用洗脸盆 就是用那个比较高一点的木桶 因为这个保热性呢非常更好一些 煮开了以后 把它煮开了几分钟 三到五分钟以后 然后亮到一个时移的温度 泡脚 泡上了20到30分钟 泡到什么程度呢 比方全身呢微微的有一点汗粗 不要出大汗 微微的啊 身上呢 稍微一点汗粥 出点汗 就可以了 再一个呢 像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种 这个艺母草 艺母草呢 我们叫孔草 是就是治疗妇科病的 妇科的一个非常好的药 艺母草呢 加上加一点当归 我们也可以在煮水喝 这样呢也可以就是说这个 预放和缓解痛经的一个发生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有关于痛经的一些这个表现 还有一些我们推拿的一些手法 以及一些注意事项呢 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痛经呢 我们指的是在这个 筋形其后 或者是筋形期间 出现的下腹部的一种 正发性的一些疼痛 一种腹痛 这个呢我们称之为痛经 痛经呢我们分为 越发性痛经和激发性痛经两大类 越发性痛经呢 这个病因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一般呢它没有什么气质性的病变 而激发性痛经呢 大多数介于三岁左右的乙红夫女 这个呢 就是说不是我们推拿治疗的一个适应范围 我们推拿保健呢 主要是适用于治疗一些这种 越发性的痛经 效果比较好一些 这个越发性的痛经 就是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 一般情况下呢 越发性痛经呢 它是在这个 就是一般是在越经来的这个 前两三天 或者是在这个 进行期间 就是越经来的期间 而发生的一些这种 下腹部的 以下腹部为主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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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痛严重的呢 呃 它可能会不光是下腹部 它可能会牵扯到这个腰底 啊 或者呢是大腿的这个 呃 呃 也有的呢 会牵扯到这个膝关系和主部啊 这样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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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或两到三天左右 随着这个 经期的来临呢 这些症状会慢慢的消失 这个呢 我们就是这个 所说的通经